哎呀妈呀 这咋还唱上歌呢呢 哎呀 张静丽啊 哎呀这是哭了这是 咋的了这是 怎么了 出事了 怎么了 出大事了 不是 怎么了这是你说呀 我爸来了 你爸来了你哭啥呀 我还以为你爸走丢了呢 你说你可真是 你爸来了这不是个好事吗 对不对 让你爸爸来了看看你 穿上这身保安服 多精神啊 小区里边看一看 来咱们物业参观参观 多好的事啊 来来来 就是不能让他 干净我穿这身保安服 别说 大老爷们哭啥呀 有事说事说 你干什么呀你 你吓我笑你 不是 那个 你们听我说 我是这么回事 跟我一起出来打工 这些哥们们呢 他的婚的都可好了 我呀 还是保安 一点激烦都没有 反正我就想啊 行我让我爸乐呵乐呵 我就告诉我爸 我当上了 物业的父亲李 哎呦 我明白了 在你爸这儿 你吹牛了呗就是 哎呀 你说你可真行 啊 你跟你爸说这干什么呀 不是 你不了解我爸 我爸这人从年轻啊 他就要面啊 然后呢 就把这个希望全都寄都在我人上了 这不跟我起名叫小脸吗 啥意思呢 就希望我出人头地 在俺们村能露一小脸 我跟你说 这不就给他长脸了吗 我就这么撒得慌 哎呀 我这小脸啊 你这脸都那么长了 还用长脸啊 我跟你说啊 你还行 你顶亏啊 说了个物业副经理 你没说你自己是个董事长 啊 但是 张经理你得帮帮我呀 不是我怎么帮你呀 我求求你了 你帮帮我呗 不是这事我也帮不了你呀 哎呀我跟你说呀 这事只能你帮我 你要帮我以后 你以后就是我 心目中的真正的经理 哎 不是 那你那意思 以前我都是你心目中假经理呗 不是 就是以后我啥事都听你的 行不行 你那意思 以前你都不听我的是吧 哎呀 你就帮我呗 就是你俩说吧 我走了 我先回 别别别 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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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求求你了行不行 你求我 你求我也办不了这事 你帮帮我行不行 我不是什么人都帮的 你帮我以后 我啥事都听你的行不行 你就是听我的 你听我的 我必须帮你 张刚子 张刚子 你这个人什么都好 大义凛然 大义灭亲 我是你的亲戚 你灭灭我就完了 人家余小脸跟你非亲非故的 你灭人家干什么你说 是 不是 你这就怎么说话呢 我什么时候灭他了 你还没灭人家 人家余小脸不就是撒了个小谎吗 跟他爸说 当上了物业副经理 这也是这个年轻人的梦想嘛 对不对 你应该帮人家 哎 完成这个梦想 帮人家圆着个谎 怎么了 再说了 人家的父亲不远万里 他来个整理 等会等会等会 这怎么还不远万里了呢 反正是从外边来的吧 对 刚才小脸说了 他爸爸有心脏病 他爸爸一看 哎呦 这孩子还是个保安 到你跟前嘎 过去了 你于心何忍呢你 是 我爸身体不好 应该值得不上我吗 我大姐夫一叹息 这事就有戏 大姐夫 你一声叹息告诉我 你肯定有好办法了 你呀 以后不许跟老人这么说 听见没 是是是是 这样吧 一会儿你爸来了以后啊 你就说你是物业副经理 待会儿进去找这儿西服穿上 那你呢 我就是保安 太好了 谢谢 大姐夫 我看算了 你这个人心眼这是好 你这样 你去找一身喝湿的这个保安服 行行行 你给他穿上去 好好好 一定要真实啊 好好好 快点快点 小脸啊 好好好 你去找一身摊上去的衣裳 好好好 一定要喝湿啊 好喝湿 表演要真实 好 好吧 你回来 小脸 小脸啊 我告诉你一个事啊 什么事 这个当皇上得有玉玺 当太监得有浮沉 你知道当物业的副经理 得要什么吗 得有媳妇 你干吗 你别个媳妇 你做梦总想娶媳妇啊 你 当物业副经理 必须有张 张 啥张啊 物业的张啊 物业的张 你爸来了 你不能光跟他说 你是副经理了 你手里拿着物业的张 是你爸的权利啊 对啊 你爸就半信半疑了 这时候 我及时地地上一个盒子 你拿着个扎 擦擦 买盖 你爸的权利了 你整的太全面了啊 你整的太全面了啊 盖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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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回来 又咋的了啊 一会儿啊 我去门口接你爸 我还不知道 你爸长什么样呢 我看 我爸照片 干啥啊 哎哎哎 醒醒啊 咋的了啊 而且抱啊 小脸啊 你爸长得太吓人了 我跟你说 我要说 你说的话 我都不会救你体 来 哎呀 行 你快去吧 我去接你爸去啊 到了到了到了 到了到了 儿子 儿子 哎呀 这个 小伙子 这是物业公司吗 这是物业公司吗 哎 哎呀 啊 大 大爷啊 虽然我有思想准备 但你还是吓了我一跳 大爷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余经理的司机 你可以叫我小钱 余经理啊 在里边开会呢 一会儿就出来啊 你你先坐坐一会儿啊 我这个小区也太大了 好 这家伙我差点就转迷糊了 现在画的小区啊 这一片都是我们余经理的地盘啊 啥经理啊 他这个父子 咦 正的父子都得叫经理啊 你培养了一个好儿子啊 哎呀 大爷 哎呀 我 因为我跟你说 我们余经理啊 对待工作 那是鞠躬尽瘁 死而后遗啊 啊 我是说他 你看你个责任心强啊 大爷 你来的时候 看不见一个停车场 看见了 余经理在那帮人停过车 看不见一个超市 看见了 余经理在那守过夜 看不见有一堵墙 看见了 余经理在那抓过贼 看不见那个大门 看见了 看见了 余经理在那天天站岗啊 哎呀 那都是我们余经理 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来 向领导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给 好 给 好儿子 哎呀 这个 小钱啊 哎呀 我这听着你这一介绍 他还是个保安呢 对 他就是个保安 啊 啊 不是 他原来是个保安啊 哎呦 经过他的努力 现在成了物业夫经理啊 哎呦 哎呦 大叔啊 我有个问题 我问问你 你和你儿子长得不太像啊 不像吗 啊 我是说你长得比他好看 啊 哈哈 村里人都这么说 哈哈 哎呦 我这孩子啊 确实是没长过我啊 啊 哈哈 哈哈 这也是怪我自己 长得太帅了啊 这一般人呢 他都长不过我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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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那个 小钱啊 哎 哎 我说句话 你别不愿听啊 你说大爷 你长得太一般了 哈哈哈 对对对我没长过你 哈哈哈 一般人长不过你啊 是 大爷 你说 您您在这等会 我去看看那个领导开不开完会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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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 嗯 哎呦 还好 余经理 啊 啊 大爷我接不来 儿子 大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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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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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让我看看 哦 你看 哎呦 这你看 哎呀 哈哈 看见我儿子的 啊 啊 穿上这身衣服 啊 那就是个当经理的料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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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好啊 哎呦 大爷来了吧 哎呦 你好大爷 欢迎你欢迎你啊 大爷 我代表所有物业 欢迎你的到来 啊 大爷 好好好 你是个保安 这么大保的 大爷好 哎 你好 赵保安 哎呀 这小伙子啊 哎呀真精神啊 一看就是个当保安的料啊 哎呀 哎呀 我家见过那么多保安啊 啊 没有一个比你上保安的啊 好好好 大爷 谢谢你啊 谢谢你赠予了一个好儿子 对吧 给感谢你的养育之恩 哎呀 你看你们有俩长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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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大爷来来来来 大爷坐坐 哎哎哎 来来来 快坐快坐 哎呀 这一路辛苦了吧 快坐点休息休息啊 这个那个 这个 这个 教理经理应该做的 哦 对对对 教理 教理你坐这 你说你坐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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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你说你也真是啊 你说你连你怎么告诉我一声 哎呀 你可不知道啊 咱村的乡亲们呢 一听说你升职当经理了 那高兴的都炸窝了 是不是 哎呀 哈哈 听到 都夸我了 爸 跟他们讲讲都是怎么夸的我 啊 那个老王头说呀 嘿 没想到你儿子也有今天 那李婶说 嗨 他呀 那就是瞎猫撞上死耗子了 那张菜就说 哼 一定是给领导送礼了 不然就他 哼 八辈子才也当不上经理 那李家村长活的对呀 啊 那蛤蟆要能打门 要攻击干啥呀 啊 嘿嘿 我跟你说吧 儿子要是能当上了经理 我这个村长 我就不干了我 好不好 好不好 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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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要是都这么表扬 那你私下跟我说我就行 啊 我都不来了吗 这回来放心了吧 看看我穿这身啊 信不信 哎呀 就跟做噩梦似的啊 哈哈哈哈 我不是啊 咱可能有介绍你 打死我我也不信 大爷真硬 你快给你爸倒点茶去吧 大爷 你看你跟大老爷来一趟 在你屋里就是一趟 茶呢 茶在那个河滴里 开水呢 大爷你站住 那个经理啊 那个这点事 那个保安就能干呢 对啊 大爷 我去给您倒茶 你这这这这这 斗嘴一下 怎么会是啊 小脸 怎么能让我斗嘴 小脸 不是 咋去了 现在人这啥啥啥啥啥 都在转变作风 你怎么还在这作风啊 连你自己办公室的 茶跟杯子放咋都不知道 啥都让人伺候啊 你再是个经理 也得跟人家下边打成一片呢 我告诉你啊 你要这么干一起 早晚成腐败分子 你干啥啥啊 这不是有加作宝 给我打一层就别了 打的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 哎呀来 鸡罐加作宝 哎呀 我爸苗半天了这是 前一段时间 我们给他出差了 出差了呢 就把钥匙交给刚才那个赵保安了 赵保安呢 把这办公室仔细地打扫了一遍 是 所以说那个东西就放乱了 于经理没记住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叫你这么说 我错怪儿子了 是吧 那当然了 我们余经理 那天天是日理万机啊 很多工作要处理啊 今天就有很多工作 还没有处理完呢 那你们忙 你们忙 我不打扰你们了啊 我喝加特宝啊 这我啥工作呀 你当然有工作呀 哎呀余经理啊 不是你 我有一件重要的工作 正要向你汇报啊 什么事汇报吧 你这不是吗 最近啊 有一家 那个五百强的企业 要跟咱们小区啊 合作绿化的这个合同 你得盖个章啊 是吧 找我汇报 这是绿化是吧 对 这合同在这呢 建设小区啊 对 五百强的企业 哎呀要弃五百个强啊 好啊 弃五百个强 他这个就是 你别管弃多少强了 你先盖个章吧 好吧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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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呢 好 厉害 这边我都找了没有 那个抽屉里 看那个抽屉里有没有 在下面 第二个 第二个抽屉 哎哎哎 干嘛 干嘛 什么干嘛 你去送水去 我送什么水 你在那干啥呢 不看 哎你干啥呢 来个正好 啊 张呢 什么张啊 就 我那个张啊 无业张啊 你要无业张干啥啊 这大项目 绿化 要给咱小区 七五百个强 该张吗 同意啊 七五百个强 啊 干啥啊 你要在小区盖个迷宫啊 什么五百个强啊 大项目 我说郁经理啊 这个合同 你仔细看过了吗 啊 您认为 这个公司有资质吗 我咱们小区 那么大的绿化项目 能交给这个公司吗 你看看这个公司 是什么样的情况 啊 这不是糊弄咱们吗 另外 这个公司的经理也不行啊 这人很差呀 这人就会说瞎话呀 成天不及取巧 街坊邻居 你们说是不是 对对对 经理啊 这样的合同 你认为能跟他签吗 你能给他盖戳吗 能吗 行 行 行 问人就别吵出来的 你这经理怎么回事 经理你说了不算吗 我说了算吗 算不算 算不算 你心里没个数吗 算了吧 对吧 你拉倒吧你 你什么呀 你 你个经理 你听老案呢你 那也不能听你这司机的 你这个经理是怎么当的事啊 你这不整个一个糊涂蛋吗你 我跟你说啊 刚才我都听明白了 人家那个赵宝儿说的是有道理的 我看人家都像当经理的料 我跟你说啊 你要这么干工作 早晚上把你这个经理给你撸了 你真让我失望了 你要提死我呀 别生气 我跟你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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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吧 余经理啊 还是很认真工作的 年轻嘛 对吧 没有什么经验 容易上了个别坏人的当 坏人 谁是坏人 大爷 刚才有一个坏人 让我把这个合同交上来的 大爷 您像这样的合同 如果在你们村 你们会怎么处理 要是在我们村啊 这不靠谱的合同 把当场就给他撕了 好 好 我觉得大爷这个主意提得很好啊 这个余经理啊 你看你爸呢 是这个意思 那还磨叽啥呀 这就对了 我说小田 大爷 你觉得余经理这个处理怎么样啊 余经理处理的对 我觉得这丝子还不够碎 小脸啊 哎呀爸 知道爸 为什么给你起名叫小脸吗 我就是想啊 让你给咱老余家露一个小脸 没想到 你现在露大脸了 啊 他那就要 踏踏实实的做人 认认真真的做事 啊 你看你身边 这个赵宝安了没有 这是个好人 是个有能力的人 啊 有他在 我跟你说 你这路啊 跑不偏 哎呀 我放心了啊 我该回去了 啊 哎 大爷你看你刚来 你再住两天吗 哎呀 不住了不住了 我在这 怎么给你们呢 添乱 知道吗 爸爸爸爸 那你就先回去 然后到家了 你给我打个电话 我送去你 哎呀 不用送 不用送 送啥呀 别耽误你的正事 讨好工作啊 那不是有司机吗 那他送送 啊 对对对 那个司机 哎 来来来 送送大爷 哎 好嘞好嘞好嘞 来来来来 司机 掺着大爷 大爷 不用掺 不用掺 没事没事 掺 司机掺着你 不用掺 注意安全 哎哎 我跟你说 小脸啊 我跟你说 以后啊 你就是升了董事长 也要记住 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服 是 啊 好 大爷说得好 哈哈哈哈 我告诉你 干什么 大爷 大爷你长得真帅 别再别说 你爸这一笑脸还挺长 没什么 他鱼啊 你看你爸爸说得多好 是不是 啊 我跟你说啊 以后啊 可不许跟你爸爸这么说瞎话 你要想干 你就好好地干 这回我真错了 嗯 我爸跟他说得多好 是 踏踏实实为人民服务 对 我回去干保安 嗯 我努力干 嗯 我这干 好成绩 我这当个真正的副经理 你看这 哎 不是 不是 那个你等会 这你当个真正的副经理 让我干啥去 你要相信我爸的眼光 啊 我爸说你天生啊 就是个好保安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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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臭小子 去换衣服去 我这就换 我一会还 来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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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走了吗 先别换衣服 咋的了 大事不好了 怎么了 你爸刚才走的时候跟我说啊 啊 他要把你们村的李婶啊 张会计啊 还有老村长啊 都叫我来看看 你到底长了多大的脸 哎呀 我的亲爹呀 爸呀 你先别走了 我跟你说实话了 你一定要跟他说清楚啊 别着急慢慢解释啊 大姐夫 哎呀 咱你站起来给我盖个针 哦 站起来是吧 放心吧 撕得还不够刺 哎哎哎哎 还跟你撕过 一个 来 好 大姐夫